嗨 大家好 我是溜溜 今天要教大家如何打 清潔也是保養中很重要的一款 這些洗面乳也不例外 市面上很多牌子都標榜著 它的泡沫是很細緻綿密的 像是這種按壓型的慕斯罐 另外像這種擠出來起泡的洗面乳 還是要用雙手起泡網 或者是起泡的罐子 像這種罐子我也不可能每次 不會覺得很麻煩 所以我今天要教大家 如何用雙手起出很多的泡沫 現在就來看看 一般大眾是怎麼樣用雙手打泡泡吧 我們來看阿茲 你平常怎麼用洗面乳起泡 沒有在起泡 沒有在管他 手推一推而已 我本來就洗 打泡會嗎? 打泡會嗎?打泡 用紙這樣子抹到變白色 就直接洗了 我不會把它弄成一個泡泡 有點麻煩 這樣會不會覺得黏黏蛋 是黏黏的 所以正確的應該是 待會我教你 其實很多男生也都這樣洗了 下一位是女性 會不會比較聰明呢? 你是誰啊? 誰啊? 好啦這位是回聽 我今天早上才剛搭到一個 司機叫聰明的車屋 好 我要加水囉 你說停我就停喔 看起來還不錯 女性有人好像比較聰明 代表平常有在保養 平常有在打破 蠻厲害的 噔噔噔噔 泡泡之王 也還好 也不錯了 待會近距離去看 怎麼樣起出正確的手把 用雙手起泡洗面乳的方法 現在就要來教大家 取適量的洗面乳 一塊錢的直徑這樣子就蠻多了 剛才奎丁的手把蠻正確的 手有點拱 加一點水這樣子起泡 這隻手也要稍微有點拱 創造一個凹陷的空間 再加入適量的水 這樣子你的洗面乳 就可以承載更多的水分 只需要一點點的時間 就可以生出這麼多很綿密細緻的泡泡 它還不會掉 換一個手勢 就可以打出這麼多的泡泡 這樣子泡泡就已經很夠吸整張臉了 待會就用這些泡泡 做一個很有趣的挑戰 你看我打了一大盆泡泡 很綿密 這次要做的泡泡挑戰就是 拿這些泡泡來做臉上的一些藝術 前陣子就看到 網路上面有這樣子的泡泡藝術在臉上 它做了很多日本的藝人 看起來有一點點像 但是我覺得操作起來應該沒那麼容易 先做個最簡單的好了 聖誕老人之類的 喔這個虎子厲害 這有厲害嗎 你在看 真的不厲害 真的很老 要不要戴口罩 光是要泡泡維持在臉上就很困難 你現在很像土地公 好啦 先土地公好了 邊做才會知道可能會做出什麼來 那你下一個要做什麼 土地婆好了 我以為很簡單 我以為很簡單 你覺得在下一個神嗎 哈哈哈哈 做完就是一直融啊 什麼也不像啊 我覺得好像神經病喔 怎麼那麼難啊 只要跟大家說 挑戰失敗好了 我去試試看 我覺得 看出來了嗎 這是什麼 史詩 剛才那個泡泡仿妝 比較娛樂性質啦 你們常常聽到說 洗臉的時間 不要超過1分鐘或是30秒 因為清潔它不像保養成分 是需要停留在臉上的 清潔是用造鹼或者是 界面活性劑 把彩妝啊 髒污或者是些油脂 結合之後再把它洗掉 所以才會說 不建議你停留在臉上太久 另外大家對洗臉產品 會有一些迷思 我就來跟大家解釋一下 第一個迷思 泡泡越綿密 清潔度會越好嗎 會啊 不是這樣的 泡泡的綿密程度和清潔度 沒有絕對關係 主要還是要看裡面的成分 以及它的濃度 泡泡的細緻度 對於舒適度比較有關係 黏密的泡泡就很像 棉花躺在臉上一樣 但是裡面有起泡那種洗臉 黏黏稠稠的在臉上 要再花更多時間去清潔 會比較麻煩 第二個迷思 洗臉有可能傷害皮膚嗎 有可能 沒有錯 有可能會傷害 請教美妝教治 洗臉產品可以粗膚分為 造鹼類或者是非造鹼類的洗臉產品 功能不外乎就是去除髒污啊 彩妝或者是皮脂成分 但是有一些成分 在濃度比較高的情況下 會傷害皮膚的 造鹼類的產品 它的成分濃度比較高 長期接觸皮膚的狀況下 會讓你的皮脂膜受損 另外一些界面活性技能 比如說像是 濃度比例比較高 然後也是長時間停留在臉上 會造成過敏性的皮膚炎發生 他會說洗臉的時間要 越短越好 3秒鐘 3秒鐘可能洗不乾淨 泡沫都還停留在臉上 我又是泡沫 那你們有沒有想過 洗臉對於皮膚的傷害 是你自己造成的 剛才啊 男性有人卡斯 他是這樣子 加洗面乳 雙手搓一搓 或者是有些人直接是 臉先打濕 洗面乳放到這邊 就往臉上開始塗抹 你覺得你在洗臉 但是你是在臉上起泡 然後稀釋掉你那些清潔劑 把洗臉時間拉得更長更久 這樣子對你的皮膚造成傷害更大 更容易過敏 更容易刺激 但我滿快就沖掉了 如果你能沖得掉 當然是很好 可是沒有起泡完全黏黏稠稠的 要花更多的時間把它沖到很乾淨 而且你沒洗乾淨 還殘留在你皮膚上面 對皮膚更不好 在洗臉這一塊都做錯的話 後面那些保養就是 白費了 不管你是要用這種 起泡器 或者是起泡網 都沒有問題 所以我教大家這個洗臉動作 只要有雙手 就可以起泡很多洗面乳 手上起泡絕對是最方便的 這樣子你對於保養前面的步驟 就可以先做到正確 對於保養 或者是清潔上面有什麼問題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問我 喜歡這支影片 可以按讚 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我們下次見 這支影片 不會讓我看看 我們下次見 好 這支影片 我們下次見 你們有了